山東阿恩 遼寧號 怎麼知道他們在這個太平洋的什麼地方 遠遠的看黑煙就知道了 冒黑煙就知道了 福建號也有黑煙 不好意思 這次福建號的四行過程中 也被人家拍到冒黑煙了 也有黑煙 又冒黑煙了 福建號需要一個大奶媽 就是那個油彈補給箭 然後又有一個好大的油彈補給箭 我跟你講 我要是美軍的話 要跟他開戰 我不打那個什麼洞五二滴啊 洞五五 打油彈補給箭 我就打油彈補給箭 把你大奶媽給打掉就好了嘛 這一艘航空母艦沒有的大奶媽 沒有的油彈補給箭被打成了 它就是一塊廢鐵 它是太平洋上空南海上的一塊飄忽的廢鐵 幹什麼 你有兩塊鏡 我有我的過小弟 現在 中國馬上說 我現在最厲害的航空母艦 現在用電磁彈射的福建號 已經下水做進行海試了 它有很厲害嗎 老建林知道最近前幾天 美軍在一艘航空母艦上面 做一個慶祝的儀式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厘米之級的這個相關的 羅斯福號的航空母艦 它清住什麼 它的攔截鎖 第25萬次攔截成功 大家做一個儀式來清住 25萬次 各位你知道 它起下25萬次 25萬次是什麼意思啊 是我這一艘 羅斯福號的航空母艦 那麼攔截鎖就是 飛機被下來的時候攔截鎖 勾住嘛 對不對 讓它可以馬上就挺住嘛 25萬加次咧 各位你要知道 25萬加次 單單這個羅斯福號 這個它就25萬架次了 那其他的呢 其他全部加起來 我告訴你 只要中國的航空母艦沒有 身旁還有大奶媽 我都不怕 你知道嗎 什麼叫大奶媽 三東號遼寧號看過吧 三東號遼寧號 怎麼知道 他們在太平洋的什麼地方 遠遠的看黑煙就知道了 冒黑煙就知道了 福建號也有黑煙 不好意思 這次福建號的四行過了 也被人家拍到 也有黑煙 又冒黑煙了 又冒煙了 各位 這是福建號 你說冒煙有什麼不一樣 冒煙就表示 因為它是所謂的燃油相關蒸氣的 這個渦輪的相關系統 對 這是5月5號 福建號在進行海事的時候 暴黑煙被看到了 對 那麼因為呢 它是以重油 用它的作為它的動力系統 那我在這裡有點納悶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人都會把它 福建號跟福特號 兩個人拿來比嘛 大福跟小福是不能比的 為什麼呢 福特號 它福建號雖然能夠 裝載60架的艦載機 包括直升機 無人機 這些在內 空警600在內 但是福特號是75架次以上 然後呢 除此之外 福建號需要一個大奶媽 就是它的油彈補給艦 然後用好大的油彈補給艦 我跟你講 我要是美軍的話 要跟它開戰 我不打那個什麼 洞52D啊 洞55 打油彈補給艦 我就打油彈補給艦 把你大奶媽給打掉就好了嘛 這艘韓國補艦 沒有的大奶媽 沒有的油彈補給艦 被打成了 它要 它只能在公海上面航行 7到10天啊 再不趕快回去 那個港口 就回不去了 它就是一塊廢鐵 它是太平洋上 或南海上的一塊 飄湖的廢鐵啊 你知道嗎 可是那福特號 有兩個核子反應爐啊 他們現在不是講 這個所謂電子彈射嗎 電子彈射 福特號 它這一次 其實福特號呢 它這次剛完成了 兩百三十九天的相關的巡役 十五萬多公 十五萬四千多公里的 這個等於說在海上的巡役 不間斷 四十三次的海上補給之外呢 你知道嗎 它自己本身的艦載機 一丹丹福特號 在這個丹丹福特號 兩百三十九天 它艦載機已經出勤了 一萬零三百九十六次 丹丹福特號喔 它就已經一萬多次這樣 一直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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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訓練 一直訓練 丹丹它的這個等於說啊 那個阿兵哥船上的 就吃了三百一十萬份啊 但是人家美軍已經告訴你了 我就是有這個本事 就是有這個能力 至少我們美軍的太平洋 在這邊走來走去的時候 沒有人會看到我冒黑煙 我旁邊也不用帶一個 會被人家攻擊的大奶嘛 建平 我每次看到 國防部給那個 防空識別宣那個圖 每次攻擊又饒了多少次 又饒了多少次 我們到最後都有點麻痹 麻痹的感覺 後來有發現 我真是大錯特錯了 原來在2022年的時候 那時候攻擊每天來每天來 一年有好幾千次 那是預謀啊 那個預謀是什麼 這個是美國的這個情報機構 是幾個 他跟我們講說 原來在2022年那一年 中俄有秘密軍演 秘密軍演就算了 原來是在想 怎麼打台灣啊 沒錯啊 中俄聯手已經是 這方面的趨勢 而且那個不是 共機洗腦而已 他們已經在進行 常態式的訓練 也就是他們在進行 不斷的秘密軍演 甚至中俄也要經常 去做一個聯合軍演 海上跟空中都有看到 那我們現在講說 美國的這個國會參眾兩院啊 最近舉行的這個聽證會 邀請了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這一位海恩斯 跟他們的這個美國五角大廈 國防情報局的局長 克魯塞 兩個人到這個國會去做聽證 那兩個人都證實 而且同一時間指向說 中國跟這個俄羅斯的軍隊啊 似乎會把他這個聯手在一起 而且呢 他們會把這個台海問題 作為他主要的這個目標 那也就是說 台海發生戰士的時候 中國跟俄國 俄軍會連在一起 那美國要同時應付兩條戰線 而且美國未來 從2027年到2035年 要做好同時應付 中國跟俄羅斯 這兩大強國 兩大軍事作戰的 這樣的一個準備啊 而且美國也 目前為止啦 美國是認為有信心 所以他提出這樣的事情 更要把這個相關的盟邦啊 台灣 韓國 日本啊 菲律賓 澳洲 法國 還有印度全部拉在一起 所以這個部分就叫做 美國未來要準備進行 面對中俄兩線作戰 那其實我剛剛講到說 海上的部分 其實美國有注意到 之前中國的這個解放軍啊 在2022年12月 他們就在這個 東海進行聯合軍演 那當時聯合軍演 最靠近台灣的地方呢 只有300多公里 我用這張大地圖 比較這個很明顯 在東海大概這個位置而已 你看 俄羅斯以前跟這個 中國在聯合軍演的時候 不外乎就是地中海 波羅的海 離俄國都不太遠 對 那現在呢 竟然跑到遠東區域啊 就在這裡啊 對 一方面在日本海 一方面又在南海 黃海 後來又跑到東海 跑到東海不就 離台灣只有300公里 對 而且當時2022 中俄聯合海上軍演啊 他們這個 俄羅斯和這個中國 都各出動了 四五艘的這個軍艦 有飛彈驅逐艦 也有飛彈的這個護衛艦 然後到2023年 聯合了這個軍演的時候 更進一步 你知道嗎 中國的軍艦還跑到了 在東海附近 離日本的這個 石原島 及宮古島南邊 只有170公里 跟250公里的海域喔 就是在宮古島 跟石原島以南的海域 所以我們就要跑到那邊 找美國、日本說 幫我們啊 我們這邊在你們的射程範圍內 所以它這不管是海或空 全部都包圍 而且是巨子 包括日本 我不讓你進來救援 美國我也不讓你救援了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軍艦跑到 我剛剛講的宮古島 跟石原島以南的 這個蘇柏區 避讓區的話 在美日的這個飛彈 或者是暗艦的這個 暗機飛彈的這個射程範圍內的話 我們台灣海軍的軍艦 才能獲得有聲的力量 而且你以為只有海上 還有空中 對 空中你看到2022年5月的時候 這個中國的這個和俄羅斯的這個 他的軍艦 飛機飛過日本海跟東海的時候 日本跟韓國的空軍的戰鬥機 立刻起飛 然後在那邊伴隨著監視嘛 因為他並沒有到他們的這個領空 只是在他們的防空識別區擦肩而過 所以引起他們的緊張 到了2023年12月的時候呢 甚至有六架 這個中國的這個解放軍的戰鬥機 以及俄羅斯的軍機啊 闖過了這個韓國防空識別區 韓國緊急升空他們F-16戰鬥機 去做一個 想要去做一個攔截 後來在那邊伴隨了這個半航去監視他們 2024年也是今年 5月2號的時候 最新的 俄羅斯的這個 屠九五MS戰略 轟長城戰略轟炸軍 他竟然飛越了白定海 你看這畫面 對 這次俄羅斯軍方故意釋出了第一視角 也就是說在俄羅斯的飛行員 他的駕駛艦看出去了 他們在白天的時候 飛到了這個白定海過了之後呢 到了美國阿拉斯加的正對面的空域 美國緊急派出他們 阿拉斯加當地空軍的國民警衛隊 F-16戰鬥機 背上空有在旁邊 這個監視的俄羅斯 那後來你看到 這個美國的F-16 美軍F-16戰鬥機 後面也跟著一架 俄羅斯空軍的 蘇凱30的戰鬥機 互相 你上去的時候 我跟著你 我俄羅斯再派一個 對 再派一架蘇30SM戰鬥機 就在那邊旁邊跟著 你要知道 屠95MS的這個 長城戰略轟炸機 它的長城超過一萬六千五百公里 最高升空都可以飛到這個 一萬兩千公尺以上 這個算是一個警示嗎 我們剛剛前面才講說 這是美國國家情報跟著說 2022中俄是有軍演 所以出來之後 哇 今天俄羅斯跟美國的軍艦 就對峙了 軍機就對峙了 而且它這個是有可以載 它的常規彈頭之後 還可以載核彈頭 這是一個警告 這是一個警告 這有核武的能力 這核武的能力 讓美國知道說 你美國有核武 俄羅斯核武兵 全世界核武核彈頭 最多就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跟中國聯手的話 那接下來 你看到台灣的這個軍機 就不斷地出現中共軍洗腦 而菲律賓不只是在東海 菲律賓最近成為美國 很配合的演習對象 菲律賓自從這個 上一次3月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 中國水炮攻擊之後 在4月30號 中國又再度出動了水炮 這個水炮每一次畫面 讓我都非常的shock 怎麼會 水炮會這麼的準 水炮每一次都這麼的強 都會其中 而且剛好都拍到 原來這個水炮 還真不簡單 因為中國已經秘密研發出這個 AI人工智慧的水炮 水炮還有AI 當然 他們會裝上光學光電攝影機 然後呢 有運動感測器 也就是光學攝影機 你瞄到哪裡 水炮就打到哪裡 它會有自動識別 所以你浪再大 你船在那邊飄飄飄 你還是可以識別它 你就算風很大 強風向吹襲 4公尺的海浪這樣子很高 然後呢 浪高浪差 誤差範圍 那個水炮打到 對方的力量 大概還是重 大概精度會誤差 2公尺左右 精度提高了33%到54% 而且那個壓力 控制到1.2兆帕 1.2兆帕什麼意思呢 如果擊中一個成年男子的話 相當於九公盾的這個 九頓重的這個力量 打到你身上 另外一個 你可以展現說 現在中國跟美國關係非常緊張 是 他現在在東亞這些地區 放了五艘 航空母艦 對大家以為本來是以為三艘而已 其實不要忘了 其實在美國本土 也就是說靠近華盛頓州 西雅圖那一邊 事實上還有一艘 林肯號的航空母艦那邊 還有另外準備過來 可以取代的一個 回去的喬治華盛頓 喬治華盛頓號的這個 航空母艦 在太平洋放了五艘 整個在亞太地區 在太平洋上面 美國總共擺了五艘航空母艦 那當然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他的兩棲作戰艦 也都在這裡運作 你可以什麼意思 美國總共才11艘航空母艦 他就將近擺了一半 就在亞太這個地方 然後有些這個基本上在稅修 所以看得出來他在 為什麼 在威責北韓 跟中國的蠢蠢欲動 因為不管在春節過年期間 或者在現在來講的話 中國內部情勢不穩 剛剛有提到 我很好奇 到底現在兩岸之間 到底發生什麼事 現在在東亞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美國 要這樣子大張旗鼓 是啊 那你就看說北韓 跟中國做了什麼事情 北韓一天到晚 都在試射飛彈 不是嗎 然後中國來講的話 就是內部不穩 為什麼內部不穩 剛剛提到了 他經濟狀況不穩 然後現在他的出口 都產生一些問題 內部來講的話 有很多 每個城市 法拍屋是超多的 一天來講的話 將近有1400戶以上 每一個城市 平均下來都猜如此 那民眾已經沒辦法 那如果內部 如果有一些任何 對習近平有任何不滿的情緒 開始抒發的情況下 那解放軍的動作 還有解放軍 可不可以用外部的 這個小型的衝突或侵略 來穩住內部的 以運用民主主義來鞏固 以及團結中國內部呢 這些都是美國他所在意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把大兵壓陣在亞太地區 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作用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北韓跟中國 真的最近來講的話 都是蠢蠢欲動 那就不要再講說 最近來講的話 隱習院 南韓跟日本之間來講的話 早就已經達成了很多一個 這樣的一個協議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居然講說 目前這個時間 是他從軍以來 最危險的時刻 是 最危險的時刻 那特別來講就是北韓 最近來講北韓 不斷的試射飛彈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這三個國家 美日韓 他們必須要趕快迅速的 將相關的情資系統 然後用迅速的交換 你知道去年的時候 日本跟韓國已經恢復 他們的情資情報交換的系統了 那現在他們去年 也在大衛影跟美國三邊之間 也達成共識 而現在他們的軍方 就是已經在落實 共享數據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看到最近 這個華爾街日報 已經都提到一些事情 就是美日韓之間 在應對北韓的 這個飛彈危機來講的話 事實上都已經 數據鏈都已經建成了 而其實台灣現在來講 不是也在用什麼 北約Link 22 那樣的數據鏈嗎 其實也是要跟這些的 數據鏈全部都掛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才能在第一時間 掌握最新情勢 然後應應北韓的一個危機 是的 昨天媒體報導說 美國的海軍都A號的驅逐線 接近我們的太平島 接近我們太平島的時候 解放軍的驅逐線 也在這個地方 雙方在這邊對視 緊張到什麼程度 連我們的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就是管閉人家 在這邊很緊張 我們真的 看得到都A號 但大家可以強調 沒有進到12海里 但即使沒有進到12海里 那個對整個太平島上面來講 也是很大壓力耶 對 沒錯 因為我去過太平島跟東沙島 那麼太平島過去其實 常常被包圍 你知道嗎 常常被包圍 不是老共就是越南的那個漁船 那麼把那裡包圍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 然後海龍蛙兵在那個地方 海軍陸戰隊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海軍陸戰隊 所以一旦遇到有什麼狀況的話 那個海龍蛙兵立刻小艇 架著武林機槍就出去了嘛 對 出去驅趕了 甚至把他們抓回來等等嘛 所以那時候常常為了 不敢去驅趕 常常為了捕魚 或者是說他們直接把它 砰 炸魚啦 然後在附近炸魚的問題 常常把這些人驅逐或抓回來 那這一次呢 非同小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海洋委員會的委員長 這個管閉人說 並沒有入侵到我們12海里 事實上也沒有到 6公里的限制海域裡面啦 但問題是 因為這次是 美國飛彈驅逐艦的杜威號 他跟老共的驅逐艦 在我們的太平島外面對峙 你知道嗎 而且是我們的太平島 用肉眼可以看到 對 肉眼 因為那個地方 那個天氣非常好 事實上附近很多沙洲 蹲前沙洲哪裡都看得到 然後呢 可能問題就來了 那這次杜威號去到哪裡 有去菲律賓的 然後呢 有去越南的 最後第三站來到太平島 很少到太平島 我們雖然是友軍 但講坦白的 很少到太平島來啊 他到太平島來 最大的可能是什麼 我們太平島有個機場 713 有個這個等於說 那個相關的這個 那個港口啊 可以讓那個 可以讓那個大型 現在大概是幾千公噸的 那個相關的軍艦呢 可以停泊嘛 是啊 我們現在講 以前是海巡署的 這個巡邏艦可以去 現在說我們海軍的艦隊 也可以過去了 對 因為我們把它挖深挖大 所以那個港口呢 可以讓這個 幾千公噸的這個船呢 直接可以停靠 那我問你 杜威號來這個地方 就有意思了 他可以這邊停靠嗎 我問你 既然幾千公噸的船 海巡署的 四五千公噸的船 都可以停靠 那為什麼杜威號 不能停靠呢 也可以停 當然可以停嘛 所以他來是幹嘛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太平島在旁邊的港口旁邊 還做了油彈庫 你要補充油彈都可以 各位 沒有錯 你不要忘記了 那麼包括紅紫文火箭彈啊 包括一些火箭彈 反裝甲的 這個部署在太平島 赤針飛彈也有相關的部署 在太平島的附近嘛 可是問題是來了 那美軍來一定有他的 軍事戰略上的意義嘛 老公也來了 老公也來 跟你老公什麼事啊 太平島不是你的 太平島是我的 可是問題是 老公就要宣誓說 太平島也是他的啦 意思有這層深深的 那個戰略意義在裡面 所以老公也來了 老公的軍艦也來了 不是只有中國跟這個 等於美國的那個軍艦來而已喔 這次連老公的民兵船也來了 為什麼知道是民兵船 表面看起來很像民船 漁船嘛 對 他的甲板上全部都沒有漁具 全部都沒有漁具 沒有漁具我問你 那你這些船來幹什麼 因為呢 之前 以前常常是為了捕魚的糾紛 所以把你的太平島給包住嘛 因為太平島每個段時間 必須運捕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騷擾嘛 那這一次顯然 那麼老公有他這個戰略上的 一個意義嘛 所以這也是告訴我們 不過從好處想 太平島現在的這個雷達 也加大加廣了嘛 然後現在碼頭也升軍了嘛 現在連美國軍艦都出現到 12海里以外 所以對台灣來講 那麼也是我們跟美國 進一步合作的可能的一個點嘛 我問你 如果到時候如果萬一真的 南海有什麼事情 除了巴拉旺島之外呢 太平島也是美軍 可以使用的一個基地嘛 那老公當然知道啊 所以老公要破壞 你跟美國這個可能性 為什麼 寶傑你知道上個禮拜 發生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又發生什麼事了 什麼事 山東號不是 從這個南方菲律賓 然後出去嘛 出來嘛 那到離我們大概六七百公里的地方 在演訓嘛 他們山東號的旁邊 兩艘洞52D 然後呢 兩艘洞54 飛彈驅逐艦 飛彈復衛艦 還有他的這個大奶媽 就是他的相關的補給艦嘛 結果 美國有兩艘航空母艦 一個在他的北邊 一個在他的南邊 一個在他的北邊 一個在他的南邊 老公趕快緊急 調派六艘的軍艦 趕來遲緣啊 為什麼 輸人不輸定 輸得輸定了 輸得輸定了 你的這個山東號的航空母艦隊呢 來到這個地方 就有人家上下夾擊 單單軍艦夾起來十幾艘 所以後來他們趕快派過來 最後最後你知道 總共來了多少艘嗎 多少艘 總共出了山東號 再來15艘 你知道嗎 來了15艘 然後呢 包括這艦載機的直升機 趕快在這個地方進眼淚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美國當然知道 山東號 遼寧號 過去的軌跡 都在想辦法 在台灣的東邊跟北邊 要阻絕 美國跟日本的相關的 飛機跟相關的 航母艦隊呢 可能來協助來 拯救援助台灣嘛 所以美國這一次 直接兩個一壓 老共 比較起來 行單引資 最後只好趕快 調派大量的機艦 全來協助啊 好董事長 雖然在整個南海裡面 最大島嶼 太平島是台灣的 可是我們都覺得 西線無塞是跟台灣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現在 導播我們看到 太平島這個跑道 我們是加長了 而且加寬了 現在這個太平島 加長加寬之後 我們不但是可以停西腰戰鬥 我們現在F16也可以停 我們現在P13C也可以停 我們等於說現在 台灣屏東基地的戰鬥機 或者所有的機隊 都可以在這個太平島上起降 不只是說你剛剛那樣的 跑道已經加長加寬 更重要的是導播看 現在這個港口 現在這個防坡地已經弄出來了 這個防坡地弄出來了 這邊導播看 這個是我們海巡署的船隻 就這個小小的 這個是海巡署的船隻 未來我們海軍 現在講海軍的船隻 未來也可以過來 沒有想到 我們的港口挖身做好了 這個跑道做好了 美軍來了 中共也來了 現在要先談這個 美中在南海的軍事鬥爭當中 可能的這個方法是什麼 現在要談這個問題 第一個這兩個大國 都有空中加油的能力 都有遠程攻擊能力 對不對 所以因此平常先講 所有的島礁的建設 它建設很簡單 你看中共島礁全部建設好了 它用全世界 花了幾十億的 大概是人民幣或美金 不知道做島礁 結果現在目前島礁是 什麼情況 他們上面也佈置了 有雷達 相當的有雷達 有火炮 有火炮 甚至於不排除有短程的飛彈 對不對 結果怎樣呢 就海水的鹽分的侵蝕 實際上整個的島礁的維繫 對 保養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它根本就沒有作戰能力 那只是一個宣示的效果 這是原來的解放軍 對南海的思維 就是所謂的 劉華青當時的 藍水海軍的第一個概念 對 在南海裡面表現出來 這概念是落伍的東西 這是密子工程 這東西很難沒有辦法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防守 毫無防守能力 對 而且攻擊也沒有戰略攻擊的意義 只有一個意義 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它可以去呼嚨 鄰近的這些東南亞跟鄰近的周邊 所謂的雨淚國家 在這個這個範圍的國家 它可以恐嚇他們 說這個是我的領土 因為有這個島礁以後 有這個領土以後 就可以適用海洋法的規則 所以它有12海里或多少 就是所謂的 這種200海里的這些相關的法律規定 好 你現在台灣政府 為了配合美國政府 好 去把它這個所謂的 好到家常 然後 馬頭加深 好處就是說 我們自己可以去供應一些 我們自己的需要三洞可以停 然後你加深做怎樣 你能夠變成潛艦港口嗎 潛艦碼頭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因此這整個都是政治的意義 大於實際的軍事的意義 之前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就公佈了 加拿大也公佈了 現在中國的軍機 中國的殲-11 中國的殲-10 離美國的這個所謂的偵察機 越來越近了 對 本來從20公尺 後來到了5公尺 後來到了加拿大 還從3公尺的底下 做一個翻轉 對 結果今天更誇張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是美國的指控 它居然去什麼 去逼近誰 逼近B-52轟炸機 而且它逼近B-52轟炸機的距離 只有3公尺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這個 戰狼的性格又出來 尤其是在南中國海 在南海這個地方 這個是印太司令部 公佈的一個畫面 這畫面上 這是一台殲-11 殲-11在夜晚的時候 逼近B-52轟炸機 距離是多少 10英尺 10英尺是多少 3公尺 而且是在夜間 不停地逼近逼近逼近 然後印太司令部 把這個畫面給公佈了 就嚴厲的批評 就是說你這個是非常挑釁 非常魯莽 而且是非常低級的 一個飛行技術 如果3公尺 你有一個亂流來 稍有不測 就撞上了 撞上之後呢 你該怎麼辦呢 然後呢 這個東西其實引起 很大很大的一個注意 大家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是3公尺 其實從2022年開始 那個時候的挑釁 大概是22公尺 22公尺算不算危險 其實已經算危險了 但是22公尺 如果你在這個很厲害的飛行員 還算是一個可控的一個範圍 可是從2022年 4月29號開始的話 5月24號 已經直接跳到了3公尺 而且這個時候的飛行 它是從故意從下方 給你衝上來 從機頭下面衝過去 對 你從機頭下面給衝上來的話 有點像是我們看電影 TOPGO 你這個時候是在做一個炫技 炫技 除了第一個你技術要好 你的肩 你有辦法這麼高級 穩定嗎 對你有辦法這麼穩定嗎 後來呢到6月23號的時候 距離12公尺 可是飛著飛著 這時候又來了 因為他們知道 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都有這個攝像的鏡頭 他故意飛到你旁邊 然後翻一下車椅 給你看什麼 我有掛彈喔 在在 我有掛彈喔 所以這個畫面出來之後 大家就覺得 你這個挑釁的行為 也越來越強烈 好 5月25號 這時候其實他們做了一個 新的一個技法 我飛啊 飛啊 可是大家知道 你這個噴射的戰鬥機 你在沖場的時候 後面都會有一些很大的尾流 尾流 這尾流是一個亂流啊 這可能造成 造成墜機的 所以他就故意 在9公尺的時候 起來 然後沖場 在你的前面 對在你的前面 故意把這個尾端的端流 留給你 所以你變成說 美國的軍機 你在美國的A-SET 來講 這是非常危險的 難怪它晃得這麼嚴重 對 這個東西其實 你這樣子尾流之後呢 過去曾經發生過 或是民航客機 就是因為尾流 你起飛的時候 前面的尾流太近了 就造成墜機 好 那你在這裡 已經開始丟彈了 但他丟的是照明彈 這個影片大家看到 也嚇到了 你故意飛到他前面 然後呢 丟這個照明彈 那閃爍的時候呢 其實 在白天的過程當中呢 你眼睛也是 這個戰鬥機的飛行員 眼睛也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一日入來 到最近的 這個殲11 竟然連夜晚也開始 進行挑釁 所以一人而一往 大家都覺得這個畫面 越來越可怕 而且你開始針對什麼 針對我的徵收機 對 那我的徵收機 然後你今天 是對我的B-52 對 對B-52這個其實 他的挑戰的挑釁的 這個行為 已經是非常明顯了 好 印太司令部公佈這個影片之後呢 中國大陸也有反應了 好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就講說 你要畫面 我們也很多啦 你天空飛的 我們也有海上的 這個是中國海軍的 好 這個大陸的 大陸公佈的影片就是什麼 就美軍的艦艇 他們其實你出去航行 這個是桂尼艦 你出去航行 它是有個編隊的 他就指射 你這個美國的軍艦 直接硬切 鬼切進來 他就說 進到編隊當中 對 進到編隊當中 他說你這個也是非常魯莽 非常的可怕的一個行為 最重要是他講一個東西 你如果不來 我們怎麼攔你 意思就是指射說呢 因為你都跑到南中國海來 如果你沒有過來 我們根本沒有機會來進行挑釁 所以中美之間 現在南海劍拔奴招 對 在南海這個地方 其實劍拔奴招 之前來講的話 不是因為馬德雷3號的一個運步 然後衝撞之後呢 馬上雷根號就來了 而且還讓大家 上這個 他們雷根號上面來拍照 所以這兩天雷根號到了菲律賓 而不但雷根號到了菲律賓 他還開放參觀 對 開放參觀 那整個雷根號 航母打擊巡派5000人 其中呢 他特地講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有150個我們的軍事官兵呢 有菲律賓的一個協同 所以呢 就是說我們要挺到底 昨天台就是國防部公佈這個 熊二 熊三 還有魚插飛彈 攻擊把船 轟炸把船的畫面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這個是熊三飛彈 炸進去的這個角度 炸進去的角度 大概一個人高 可是當他炸出來之後 那個威力變得很大 炸出來的洞 大概有三個人高 就代表他在裡面 如果裡面有彈藥 如果裡面有設備的話 在裡面就會整個炸了炸開來 這可以代表 我們的熊三飛彈 可以在500公里遠之外 我們可以精準的瞄準目標 而且我們可以貼海飛行 可以選擇它的彈藥庫 可以選擇它重要的武器目標 甚至選擇它的箭橋 等於一發 我就可以讓這個戰艦開換 可是按照王瑞德今天提供的 最新資料是 現在你看到的 我不只是說我要展現熊二熊三 魚叉飛彈的一個性能 為什麼這三個飛彈 要同時打到一個把插上面 而現在昨天 我們不但是有熊二熊三 魚叉飛彈 昨天還有無人機的演練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去吸收了 惡巫戰場的一個經驗 在惡巫戰場上面 如何衛星定位 如何無人機最前線的偵查 然後把無人機把衛星 所有的通勤指揮的資料 上到了 我們講的 放到了熊三飛彈 熊二飛彈上面 我才可以精準打擊 你現在看的畫面就是 我現在透過萬箭彈 我透過這個無人機 我可以攻擊對方的港口 我可以攻擊對方最重要的設施 而且今天華爾街日報 又公布了一個消息 就是本來美國他們所謂的這個 外交軍事的融資專案 不是只有針對台灣 它對很多國家都有 就沒有想到 最近本來要給埃及 一筆的軍事費用 軍事融資費用 17.5億 而這筆錢 現在說 因為埃及的人權有問題 現在這筆錢轉到哪裡 轉到了台灣 也可以看出來說 現在美國除了拜登不斷地講 習近平現在忙於這個內部 他有很多麻煩的事 現在習近平已經無力攻台 但更重要的是 就看到了 美國現在對台灣的勢力 美國對台灣現在的左手 越來越深 也越來越強了 我們常常講的是 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 昨天我們看到 國安部公布的熊二熊三 魚沙飛彈去攻擊把船 那我們看到熊三飛彈 熊三飛彈是天海飛行 然後造出一個大洞 炸了一個大洞以後 如果裡面有彈藥 裡面如果有器械 那個就會對這一艘戰艦 造成一個極大的損傷 我們的熊三飛彈現在這麼準確 這麼厲害 我說不 這只是皮毛 這只是外行人看的 因為更可怕的是 最重要的概念是 我們已經把 惡巫戰爭那一套 惡巫戰爭那一套 就是天上的衛星 無人機 還有我今天的飛彈發射 全部整合在一起 昨天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你看到的是飛彈 其實還有無人機 還有衛星 甚至最後的通勤指揮更重要 總科研那麼在昨天呢 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全新的概念 為什麼呢 原來台灣不是只有飛彈 為什麼呢 第一波像蜜蜂的風遮一樣 風群一樣去攻擊中共的 各式各樣的船隊艦隊 包括航母等等啊 第二波是所謂的這個 斧頭蜂群就來了 斧頭蜂 像什麼 它讓你看到什麼 魚叉飛彈 我們跟美國買的魚叉飛彈 看到我們的熊二飛彈 看到我們的熊三飛彈 而且一隻比一隻更兇猛的這個斧頭蜂呢 那麼在第二階段會把這個 所謂的航母殺手 會把中共的這些什麼 山東號兩天要全部炸掉 你說熊二熊三魚叉是第二階段 對 沒有錯 那麼以前我們都以為說 就是熊二熊三魚叉 不是 它是分批次的 然後不同的這個殺傷力啊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 那麼這個中科研公佈呢 他們的靶船有三個不同的 這個等於說彈藻點對不對 對 那麼魚叉跟熊二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彈藻點 我們先看到這個 長 高大概四公尺 寬大概三公尺的 這個熊三飛彈啊 可是你知道嗎 這是一枚熊三飛彈 就造成這樣的傷害 喔 那你知道 如果中共的航母 我們現在鎖定是什麼 其實在中科研公佈的這個 航母裡面呢 並不是山東號跟遼寧號 它鎖定的是 現在正在興建當中的 正在還沒有正式服役的福建號 因為你從它的相關的這個甲板 就知道了 那是什麼意思 我一枚的熊三飛彈 就可以造成你這樣的傷害 我鎖定你的航母 跟你的什麼 動拐五的兩棲登陸艦 我請問你我們出去的時候 會只有一枚熊三飛彈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鎖江艦 現在包括海巡署的 想要包括這個海軍的 總共加起來 二十幾艘的鎖江艦 你知道單單一艘的鎖江艦 就是在八枚的熊三 而且是熊三徵程型 跟四枚的熊二啊 單單我一 說來諷刺 1949年台灣有驅逐艦對不對 對 中共沒有 海軍略遜於我們 所以他們用炮艇嘛 問題是 用狼群的概念現在反過來 變成我們用狼群的概念 來攻打他們 對 很簡單嘛 我的這個鎖江艦 一枚熊三 就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你想想看 我到時候出去的時候 是好幾十枚的熊三 一起出去 為什麼是 魚叉飛彈熊二跟熊三 因為很簡單 三種不同的飛彈 它的原理都不一樣 也就是你的防禦系統 沒有本事沒有能力 沒有一次防三種 不要講說你中共 連美軍都沒有辦法 在短很短很短的時間 你知道熊三飛彈 讓你發現的時候 它貼海飛行 讓你發現的時候 中共的這個反擊能力 只有短短不到30秒 你不到30秒的情況之下 熊二熊三還有魚叉 這全部都過來 我問你你怎麼防啊 對 你的浸泡 然後包括你的各式各樣的 這個飛彈防禦系統 沒有辦法防 當它一枚打中 是這個樣的時候 所以它都同時攻擊的 我只要三刀四枚打中你的 洞拐五兩棲登陸艦 跟打中你的這個 總共航空母艦 甚至於洞55 他們現在最先進的 萬噸驅逐艦 還有洞52D 最先進的電子 這個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 他們的這個軍艦的話呢 我問你 你怎麼打台灣啊 我很簡單 我就全部都出去 掃出去 我跟你講你以為是很困難 不不不不 熊 剛剛我們看到為什麼熊三 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對 因為熊三增程型 已經改變了過去熊三 過去的熊三 不是因為一個中式 在左營 左營的軍艦上 按下去 不小心按下去 咻 就自己跑到我們去 打到漁船 打穿了一艘漁船 造成船長死亡嘛 那個是舊式的熊三 現在的熊三 是熊三增程型 它的已經射程 大概增加到 350到400公里左右 然後它的彈頭 裝甲都改變 所以現在的熊三 是打中以後 它沒有爆炸 你打中以後馬上爆炸 就是剛 你沒有辦法造成那麼大的傷亡 打中以後 它的這個彈頭的穿甲能力 穿進去以後 它有穿甲功能 裡面爆炸 它進到裡面爆炸了以後 造成更大的這個 等於說殺傷力嘛 所以呢 你要知道 現在的熊三 為什麼可以造成這麼大的這個傷亡 現在 而且你要知道 我們除了軍艦 陀江艦 各式的這個軍艦 有熊三增程型之外 現在包括暗設 暗設的這個機動 也有熊三增程型 年底的時候 連F-16上面 都裝熊三增程型 所以我們的陸海空 全一倍都是熊三增程型 鎖定就是你的航空母艦 鎖定就是你的洞拐武兩棲 特陸艦 鎖定就是你的大型 對台灣有威脅的這些軍艦嘛 所以呢 不要小看它 而且不小心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艦響機有四種 四種艦響機本來是 那麼直接彈頭的反輔射 炸掉你的陸地上的雷達站 跟你的這個軍艦上面的雷達站嘛 對 它現在的想法不一樣 它改變了 不然呢 我先用風群去遮 我先用風群去遮你的這個航空母艦機 遮你的各式軍艦 我去遮你呢 你一定反擊對不對 警戒而來 雄三雄二魚叉 啵的又過來 我問你 你如何去處理這些 包括攻擊自殺型的各式各樣的 那個所謂的 無人機跟這些飛彈呢 難怪我跟他講的 我們現在這種的無人機 已經有四種了 四種跟以前講說 我就是自殺攻擊無人機 但我跟他講 它現在已經不是單純的 我有徵收的 我還有誘敵的 我有攻擊的 我有不同角色 而且昨天事實上 又多一個什麼呢 那個巡飛彈的二型 巡飛彈的一型是單兵做的 單兵做的只能在陸地上嘛 那單兵十公里而已啊 射上去十五分鐘 就自己就爆炸了 可是問題是 你昨天公佈的是 車載型的 那麼所謂的巡飛彈的二型啊 它可以搭配艦翔無人機使用 那麼本的 這個東西我們本來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台灣有這個東西啊 而且已經大量的生產了 除此之外 事實上明年開始呢 我們又各式各樣 上中科院又買了 各式各樣的大小的無人機 大概有一千 快要接近兩千多件 對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 我們使用這個風群 就是這種無人機 拿大量的攻擊對岸 因為對岸也很聰明 對岸知道 你這個等於說 這個反輻射的 這些劍翔無人機 你來是要造雷達站嘛 那問題是 它有的雷達站就不開 對不對 我要誘使你把你的雷達站 一定飛得打開不可 就好像你的船上 你的船越越越過台灣海鮮 攻擊台灣 你的雷達站 雷達要不要打開 你一定要打開嘛 那我就把你的雷達打掉 打掉以後你就瞎了 我這樣坦白就瞎了 有的雷達站可能不開 有的雷達站可能開 但是我全部都過來的時候 你不得不開 不得不開 不得不開我就直接 全部都飛過來嘛 除此之外 值得注意是 除了中科院 還不斷的在這個等於說 研發之外呢 我們其實悄悄的 又跟美國 又買了一大堆的 這個攻擊自殺無人機啊 你知道嗎 這些都是在最近 還大量的購買的 台灣的攻擊自殺無人機 在短短的這個時間之內呢 大概會有幾千架 全部都過來 所以你想像 如果你中共要打過來的話呢 先不要講飛彈 單單攻擊自殺型無人機 還有各式的無人機 咻的全部都出去了嘛 那麼包括短 中 長程 我們的MQ-9A 其實美國已經給我們了 你知道嗎 已經到了 MQ-9B 美國不肯給我們的相關的掛價嘛 那MQ-9A 已經給 因為為什麼 因為美國用這個所謂的 今天不是傳來嗎 那麼因為美國 因為人權的問題 所以給埃及的那個額度 17億 17.5億 撥給台灣 那麼這些直接 撥給台灣的 也就是說我這些武器的相關的 講師講的貸款專案 事實上是不用還啦 這些都有一個共同特徵 美國因為 因為如果台灣要花錢去買的話 是不是要經過國防預算 要編列預算 立委啦 還有很多都可以在國防預算書上面看得到嘛 美國送你的 請問我需要經過這些嗎 不用嗎 不用 不用的話我問你嘛 我不用的話 你就不知道 你沒有發現 你不知道我要買什麼 上個月美國不是八千萬美元支撐台灣嘛 那麼聽說 聽說 那麼就在這個 大概這一兩個月最近裡面呢 又有三億多美元 大概有一百多億又要給台灣 對 他不會公佈買什麼 他不會公佈買什麼 那才可怕 為什麼呢 他不公佈 一來減少中共抗議 二來減少台灣那個相關的問題嘛 所以他直接把武器就交給你啦 他什麼時候他交給你什麼武器 不對外公佈 我讓人知道 對 這個就是解釋為什麼美國這樣 因為要把台灣打造台灣才是真正的一個刺蝟之島 現在我們是刺蝟中的刺蝟 這這個刺蝟 是一旦敵人來的時候 全部都出去 萬彈齊發 包括今天公佈的萬劍彈 直接告訴你萬劍彈直接炸下去 萬劍彈都來了 不是把你的跑道炸掉而已 我是深入讓你的跑道炸掉幾公尺 讓你連修復都沒有辦法短期針 修復 像這個的萬彈齊發的那個概念嘛 所以中科院就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悄悄的過程當中 已經發明出這麼多的殺傷力的武器來 保護台灣 對付中共的各式軍艦 董事長 你這樣說 今天公佈熊二熊斋魚殺 針對一個把柴我攻擊的位置 這是有意義的 因為如果中共真的要犯台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你的戰艦要來 之前講到 你至少要有五十萬噸的這種戰艦能力 送兵過來 你才有做實質戰理的可能 現在 我就是告訴你 或者是說我今天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重點就是 你的戰艦都在我的攻擊範圍內 這是肯定的嘛 因為台灣海峽只有一百多公里嘛 對不對 然後他的這個戰艦運送兵力 到台灣來的話 要花大概一兩天的時間 才能夠到達登陸的效果 那在過程當中速度很緩慢嘛 如果他的空優不能完全把握 掌握的時候情況之下 那我們掌握空優的話 他敢把這個 他敢用運輸件 把部隊運到台灣來嗎 不敢 當然不敢 而且在運輸的過程當中 已經挨打了 所以而且你要算這個成本 成本 一個魚叉飛彈的話 一顆魚叉飛彈 目前我們採購成本 大概在一百二十萬美金左右 聽說也有成本七十幾萬 因為他的那個射程跟他的攻擊力不一樣 那我們用相同的概念來看 我們的熊歐跟熊山是一樣的概念 對 就是用一百萬美金來算的話 如果用一百萬美金的一顆的飛彈 能夠打中他的運輸件的要害的 關鍵的龍骨所在的話 那我們賺翻了嘛 所以我們就叫做 這次是不對稱的攻擊 不對稱的戰術的定義 就是我們用很低的成本 很精準的火力 用致命的攻擊 打到他的要害 那就是李喜平告訴你的 對 就是這個概念嘛 就是不對稱 所以不對稱是一個大概念 但是已經步入到實戰化的階段的話 我們現在講的 我現在敘述的更具體一點 就是說你要最後一戰 你非要佔領不可嘛 你不可能在那邊就靠 靠中央電視台 你就能夠把台灣能夠侵略下來 你就一定進來 50萬大軍 要船過來人過來 50萬 你要跟我們幹 我們有20萬 他有50萬 他一定要有優勢兵力才能夠登陸嘛 對 他優勢兵力登陸 他怎麼要來 靠船 對啊 所以他的船一定要來嘛 你用空降好了啦 空降也用給你幾千個人好了 那我們大概在半空中 也可能可以把他們打掉 他這個沒有空憂已經 所謂的 絕對性的空憂 是非常困難的一個技術 但惡物戰場已經證明了嘛 他現在用尖射飛彈 就可以把你的這種 你的米格 你的高級的 高級的戰鬥機把你打掉 所以我低成本 我用五萬美金 可以打掉你上億的美金 上千萬美金的裝備 用這種方式不對 這個堅持是在財務上也不對稱了嘛 攻擊上也不對稱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 未來戰爭方式不一樣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更具體 這是我們飛彈資本 台灣的飛彈已經非常成熟了 那要能夠要有非常精密的 要有致命性的打擊的能力在哪裡 衛星導航 在所有的美軍的協助 美軍要開放他們軍規的GPS 跟所有的控制系統給我們 對 就是我們的協同作戰的軟體 完全要接受美軍的指揮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買魚叉飛彈 魚叉飛彈買的目的 並不是說買一顆 因為我們生產一定不要那麼貴了 對 可是 接受它的衛機 要用它的系統 它整個系統會讓魚叉飛彈來用嘛 對 魚叉飛彈用的同時 它當然會讓我們的熊二熊三 我們自己用 我們又跟著 也是併入同樣的規範裡面使用嘛 你這樣講我就懂了 我就不懂說為什麼 一直要在一件上面 魚叉雄二熊三又一起打 因為 欸 今天魚叉是帶下去 他是已經把我們就是併網嘛 就是併入這個整個數據鏈 整個併在同一個系統裡面操作了嘛 對 那這個時候來講 才能夠發揮 像俄烏戰場上這種夜間奇襲 然後莫名其妙空中會飛個這個無人機出來 那通通就是他現在的美軍 或是說歐北約的部隊 他們有完整的一套軟體的系統 能夠控制幾幾千量的幾千個不同的這種小的單位的 運作而且彼此漢格無誤的能夠達到攻擊效果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對稱 然後呢 用低成本 打到他高成本 然後如果台灣海峽最重要的 最重要最重要 就他要登陸作戰 他登陸作戰 所以拜登講他沒有能力打 對 是在財政上的問題 他只要敢攻 解放軍只要敢攻台灣 有一艘船 他只要喪失一千個兩千個兵力的話 他的政權都要垮掉 這麼嚴重 導播我們來看 這一張照片 這是一個靶船 這個靶船被打了一個大洞 而且這個靶船被打了一個大洞 導播再看這一張照片 他是整個穿越了這拶船 就代表說 今天我要打這拶船 我要達到哪個位置 而且我有非常強的破壞力 而這個動誰打的 是我們的熊山飛彈打的 我們的熊山一直非常的神秘 我們對我們熊山的攻擊能力 我們熊山的破壞力 我們的軍方 一直是處於保密的狀態 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的熊山非常不幸的 打到了一艘的漁船 造成了船長的死亡 可是這次之後 熊山飛彈所有的資料 所有的租源 甚至它所有的效能 我們是保密狀態 沒有想到今天 我們公布了這張照片 公布這張照片代表 熊山可以攻擊 四五百公里支援的目標 而且攻擊四五百公里的目標 到以後我可以精準打擊 而且從這個 從這張照片 你也可以看出 它的破壞力非常的強大 而且我們還做了一個 國防部還公布了 這是熊山 這是熊二 這是魚叉 從熊二跟熊山你可以對比 我們熊山的破壞力 比熊二跟魚叉飛彈 都要大的許多 也就是 現在我們公布這些東西 這可以代表說 在未來如果有戰爭的時候 當我們的熊山飛彈 真的可以扮演航母殺手 真的可以扮演整個解放軍 軍艦殺手的角色嗎 好 這次一段 你們有兩位來賓加入討論 第一位是 上週的總主題 呂國正 國正 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軍事專家 陳國明 國明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是 這張照片把我嚇死了 對 我們節目曾經介紹過熊山飛彈 可是剛剛講 那時候是因為不幸的打到了一艘雨船 而且不幸的打到了一艘雨船以後 造成船長的一個死亡 可是這次公布魚市 它居然可以在四五百公里外 遠程打擊 可以打得非常精準 而且它的破壞力竟然這麼大 對 我們剛才講的 那時候熊山誤打那個漁船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它沒有爆炸 它是直接穿越那個漁船 穿透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想說這太厲害了 因為它可以去研判這個機體到底在哪裡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我們廚藝的一個艦艇 這個艦艇有沒有穿透 一樣穿透 穿透 這照片其實有兩個目的 你看一下 它是直接穿透 然後第二個 穿過去了 對 直接穿過去了 你這種艦艇 你既然 這種外面蒙屏是非常厚 你穿越第一個 竟然還可以穿越第二個 這表示說它是非常有這個續航力 然後整個 穿透力很強 穿透力很強 再來的話 這個彈 我們要看的是彈孔 這彈孔在哪裡 上面下面 下面這個點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吃水線 剛好就是人站的地方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的飛行 跟一般的飛行不一樣 貼水飛行 對 它是怎麼樣上去的 它是上去之後 地面 海面上面一路貼著 所以它是貼得非常非常緊的 如果你在往下面 不可能 因為下面是海嘛 可是它能夠站的地方 就代表是它在水平面 剛剛好整個 直接民眾 所以導播我們再看 原來這張照片有非常多的選機 如果講到 我如果從高空間 應該是直接打下來 你就不可能穿透 可是我剛剛講的 這是水線 我是貼水飛行 貼水飛行之後 我還可以平行的 如果我不是平行的 我應該是打到天花板 或者打到地下 平行飛行 如果我可以這樣子 貼海飛行的話 你是抓不到 打不住的 沒錯 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上去 然後像開罐頭一樣 砸下來的話 你會面對到很多很多的雷塔偵測 你會往上叨叨叨叨 你就可以被打掉 那你這個東西 如果是貼水飛行的話 他們的雷達是少不到的 所以你才可以這樣子 慢慢慢慢靠近 然後畫面出來的話 我們這很可怕 竟然直接中彈 這就是熊山飛彈 這就是熊山飛彈 炸的狀況 對 然後它可以貼水飛行之後 直接水平面的一個命中 命中之後 還可以穿透另外一邊的夾板 所以這一次讓大家驚豔是 熊山飛彈也太厲害了吧 另外來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這距離拉得非常遠 250海里 250海里 250海里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將近是463公里遠 463公里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當初烏克蘭那時候 一直想跟英國要暴風之影 暴風之影分成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上 不內用的就是500公里 另外來講 他們提供給烏克蘭是250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給烏克蘭的這個外交版本 我們已經突破了 而且我們的距離是到達 463公里 是接近他們自己國內用的 更可怕的是 我們飛得這麼遠 還這麼精準 還這麼貼海飛行 所以這次熊山 把這影片公布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這真的是太有威力了 好那我們先講 我就說 當時一個在左營的海軍 不小心按了按鈕 讓這個熊山飛彈飛出去 熊山飛出去以後 他就給你簡單的坐標 知道當時熊山飛彈可怕在哪裡 他到了這個海域以後 他會自動尋標 對 他會尋找這邊最大最有攻擊目標的這個船隻 所以很不幸的 攻擊到了那艘漁船 造成了一個人的死亡 可是當時來講的 漁船很薄啊 對 漁船的那個殼很薄啊 所以你就算打到漁船 你的戰鬥力 你的破壞力 你也不見得可以展現出來 可是現在沒有 今天是一個實打實的軍艦 是一個鋼板 是直接的甲板 直接穿透的 對 在那一次事情發生之後呢 其實包括以色列 都跟台灣這邊來講說 可不可以買熊山飛彈 可不可以拿到更多熊山的資料 但是從那一次事情之後呢 因為社會上面有一些聲音 所以熊山飛彈變得越來越神秘 但是經過幾年之後呢 在公佈這個畫面出來之後呢 已經讓大家知道 熊山飛彈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能量 而且我們剛剛講 我們不是只有試射熊山飛彈 我們的熊山飛彈 我們的熊二飛彈 我們的魚叉飛彈 如果照這樣子一個切入的計畫 全部都可以貼海飛行 對 魚叉在這邊 但是呢 魚叉飛彈它造成的這個破壞傷口 是比較小的 然後呢 它達到的高度比較高 代表神秘4 它貼海飛行會稍微高一點 熊二飛彈呢也是 但是呢 它的面積沒那麼大 但熊山呢 又貼海又面積又大 所以呢 它的實力是非常強 那最後這一次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有沒有搭配這個陀螺椅 讓它保持它的穩定性 你說呢 飛了打出去之後 當然都很威力很強 但是你要飛了400公里之後 460公里之後呢 你還可以保持完整的一個穩定 而且貼海 對 穩定的平行砸下去 那這是非常難的一個技術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美國後來賣給我們這個 所謂的雷射陀螺椅 甚至還賣給我們這個 所謂的固體燃料 現在就是因為 美國賣給我們這個 雷射陀螺椅之後 我們在遠距離的攻擊 就可以變得非常精準了 對 然後這一次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是說呢 以前我們都要給 從基地來發射這個地方 那如果基地被對方 給鎖定了怎麼辦 但是熊山現在來講 都不一定要從基地 我們用大貨車大卡車 拉出去就好了 打帶跑 對 打帶跑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可以公佈了一個縮時的畫面 他們出去之後呢 要把這個飛彈車架起來 非常的快 不用幾個小時定位 打擊非常的精準 一條龍 直接這個車子出去之後呢 找到方向直接打 所以打這個把船的 我不是一個固定的這個發射點 我是等於說這個大貨車 我這個飛彈車載著我 載著我了以後 我找到了一個點 找到了一點後 馬上鎖定目標 鎖定目標以後 我的飛彈架起來 發射就跑了 對 如果在暫時的話 我們甚至不用 把前面的時間拴進去 為什麼 在暫時的時候 可能全台灣的沿海 都會佈置這種飛彈車 所以有需要就來打擊 那麼這一次除了熊山之外呢 熊二飛彈也亮相了 那熊二飛彈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它對比到了 烏克蘭的海王星飛彈 你說把莫斯科號 打掉的海王星 莫斯科號打掉的海王 把莫斯科號打掉的海王星 跟我們的熊三飛彈 熊二飛彈 是類似規格 對 當初呢 這黑海艦隊的王牌 莫斯科號被打掉 被打掉之後呢 其實俄羅斯就想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 去外面拿了暴風之影 還是去跟德國拿了什麼的 巡弋飛彈 不知道怎麼會打掉我們的 這個黑海艦隊的 頭牌的船艦呢 後來一看呢 竟然是海王星號 那麼海王星號呢 其實它的一個 載彈的一個 載火藥的一個重量 還有它整體的來講 其實都跟熊二飛彈 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 這個是熊二飛彈 打到靶船的位置 對 打得也是精準 也是漂亮 可是呢 要跟海王星比 它還有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在這個裡面 它公佈的影片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畫面 為什麼會有衛星的畫面 你打就打嘛 為什麼會有衛星的畫面 當初海王星 為什麼可以打掉他們的莫斯科號 那就是因為 坐標給你了 對他們有一個坐標 他們無人機過去之後鎖定坐標 然後這個坐標 誰給的 美國給的 給了坐標之後呢 這個海王星飛彈 就可以精準的打擊到莫斯科號 那麼現在熊二飛彈 在他的影片裡面 竟然也有衛星 也有衛星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只要你給我衛星的一個訊號 只要我們有無人機 可以先到對方去把衛星 把他的坐標位置給mark住之後呢 我們的熊二飛彈 一樣可以像海王星飛彈一樣 打掉對方的一個艦艇 好 導播我們看 這個就是熊二飛彈的一些租源 租源剛剛講的 發動機段 發動進擊口 關鍵是什麼 我前面有兩個關鍵 一個是我有紅外線的巡標器 第二個我有雷達巡標器 我有兩個巡標器的說 我飛到千里之外 我就可以精準打擊目標 對 這是非常神奇的 然後呢最重要的事情是 當初海王星怎麼打到莫斯科的 他有一艘 他有一個這個無人機 無人機先飛過去 把定位給定好了之後呢 他才可以直接按照坐標過去 精準打擊 那麼過去大家在想說 我們台灣也能不能做到 在這次一樣 給大家來看一下 一樣是可以 因為當時我說 我不是只要打到莫斯科號 對 我要打到莫斯科號 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是彈藥庫的位置 對 這也是整個你的所在 炮管 炮管的第六個 底下都是彈藥庫 我不但是要打到這個 莫斯科號 我要打到這個位置 我要讓你自體引爆 沒錯 這就是精準中的精準 在這一次裡面的話 中科院把他的藤原無人機 也拿出來秀給大家看了 藤原無人機 就很像美國版的無人機一樣 他們來講這個東西 他自己非常大一隻啊 飛上去之後呢 誰來操作 我們的戰鬥人員呢 就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甚至像打電動一樣 簡單來講 這個就是藤原無人機 對 然後呢 我們的操作人員 就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就開始來操作 然後呢第一視角 可以開始來找尋 他可以把所有看到的東西 一層一層把你分析出來 告訴大家說 你第一層是甲板 第二層會不會有帶彈藥 如果我們把它分析出來之後呢 罵殼住之後呢 我要打哪裡 對 熊哥飛彈 才可以從天海飛行之後呢 打到第幾個甲板 才可以把它給精準打掉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他還有公佈一個 近戰術的近程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呢更厲害 他可以分析 他先拍照 分析一層一層分析說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基地 還是這個是有危險的 接著之後呢 更厲害的是 他已經他可以自己帶彈 他可以自己帶彈 我不用我不用 我不用把這個坐標回傳 如果說這個東西 其實他經過他的分析 對 是可以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給打下去 對 我剛剛講的 我是海上的船線 我現在可以針對 路上行走的車輛 針對路上行走的車輛 這台車在跑對不對 在跑的時候 我可以鎖住你 鎖住了以後 我才空中 我可以丟炸彈 對 可以直接炸到 然後呢 我們另外來講的話 這次烏二戰爭裡面 彈黃刀五人機 是不是很搶劫的風頭 台灣也有 跟他一樣直接彈射出去 那麼彈射出去之後 我們看一下 他有個第一人車 第一人車的一個角度 他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自己不停的判讀 比如說我可以看到 是人對我們的威脅不大 汽車的威脅可能是比較大 因為汽車有可能是 載彈的一個發射系統 所以他飛出去之後呢 他不停的來回傳系統 像這個 他最後告訴大家說 CAR 什麼意思 這是來CAR 他可以去把它標示出來 這個是Human 這是CAR 然後呢 這是第幾台的一個汽車 然後這個汽車 他可以辨識 對 他可以辨識 有沒有載彈的一個功能 所以他最後決定了 飛出去 就是飛出去了 最後決定說 好 哪一個對我威脅最大 我就直接往那個地方 精準一個 砰 就打下去 精準打擊 那如果他可以加上 AI功能的話 他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對 他可以自己決定 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像這個畫面 他就是一直在一個試算 然後呢 不停的演算說 這一台應該是比較嚴重的 砰 就可以像是自殺無人機一樣 可以直接把他命中目標 而且今天也非常難得的 展示了萬箭彈 對 剛剛講的萬箭彈 其實就是我們的極速彈 這個極速彈 照一講 他有點是被禁止的 對 可是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錯了 錯了以後 這個極速彈 只要出去之後 會對對方的這個所謂的跑道 對對方的所謂的彈藥庫 造成了致閉的傷害 好 我們在烏二戰爭 也看到了極速彈 它一個可怕的影響力 好 過去來說的話 極速彈主要攻擊哪邊 主要攻擊它的戰備跑道 但是這個畫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不只是癱瘓你的跑道 不只是說把跑道 弄得坑坑巴巴而已 我們這次公佈了這個萬箭彈裡面 它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功能 怎麼樣 這個跑道上面 過去來講只是在外面打掉 然後讓你的戰鬥機不能飛行 我們這次是直接挖地 我們的萬箭彈是直接進去之後呢 散開 從下面往上炸開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我們不只是破壞跑道的表面 因為你破壞跑道的表面 其實很快的 薄油就可以把它鋪平 那時候兩個小時就可以用快 但這次我們是往下挖之後呢 再往上炸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它挖地的 而且呢不只是主要的彈頭有這個功能 它有專地彈的功能 對 它在所有的萬箭彈裡面 它所有的這個火藥的一個 火炮的彈藥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公布出來之後呢 大家也知道說呢 其實我們現在這些火炮的一個進程 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所以我們今天不做不做 把所有事情壓箱裡拿出來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把這些包括熊二熊三 還有萬箭彈一次公布 但是呢其實它就是有點對比說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確實包括對方的航母 包括對方的那個戰備跑道 我們都有機會 都有能力 而且可以快速瓦解 而且我們今天呢 這一次國防部就透過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什麼武器展示的機會 空中飛的 水上的 這個路上的 而且還有一個 我現在連魚雷都有了 對 我們水下的魚雷 也是經過不停不停的研發 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能夠做的就是 最基礎的我們在水下 然後呢找尋目標 但這一次一樣出去之後呢 它會張開眼睛自己找 所以等於說天上飛了 海面上 天海飛機海底下 我們一次都展現出來 董事長 剛剛從事來講的 中越現在最大的衝突 為什麼我就把你的關卡給卡住了 卡住讓這個 六頓的龍蝦完全死去刺 F16 中國對F16有這麼忌憚嗎 這個中美這一次的所謂的 升級全面戰隊的關係 這個是前所未有的勝利 這對拜登來講的話 外交上巨大巨大的勝利 因為這個然後在這個簽署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後 它才有產生所謂的軍售的 這個後續的這些工作的展開 那這個裡面它特別挑出來一個 F16告訴你 這非常惡劣一個行為 你說不只F16 只是告訴你F16 F16什麼意思吧 什麼意思 F16是個飛機 飛上來就沒事了嗎 當然不是啊 它是個系統嘛 當這個系統給你的時候 你後面的攻擊的能力 對 飛彈 指揮 後面的偵察能力 對不對 打擊能力 後面的飛彈 後面的地面的武力 它通通都要配合給你 對 所以那簡直 等於說 對越南來講的話 是整個大的一個系統都換裝 所以不是一架飛機 是一個戰鬥系統進來了 還有一個情報要不要交換 要交換 對啊 所以越南就要分攤部分的 對中國的情報的 監控 監控網絡嘛 那這個監控的部分的情報 要不要跟美軍交換 要 一定要交換嘛 所以美中 所以美越會成立變成緊密的 它先有全面戰略關係協議嘛 對 這個完了之後 就非常多的後續協議會 不斷的連串 一連串的展開 那這個展開之後呢 所有的對付對象是誰呢 中國 這是一個中國 而且更糟糕的是哪裡呢 越南跟菲律賓兩個 剛好都是能夠從海面上 從空中上 遏制你的解放軍或是共軍 進入南海的孔道 在護衛宜教 然後這個時候 習近平最在乎 最在乎什麼事情 就是他的南海嘛 因為他要表現出 他在南海的大國的威風來講的話 才能夠壓制住 你們邊所謂 在這個經濟上 所謂的 所謂的他的 東協國家的經濟的發展 東協國家的貿易 對這個中國來講的話 是非常大一個份額 東協跟歐盟兩個 我們最主要的貿易夥伴